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捷新闻快信 行政长官曾荫权在悼念菲律宾遇难港人的Facebook发表录音讲话 指菲律宾总统亚基罗三世 下周回电话对于挟刺人质的结果表示抱歉 解释因为要指挥行动 昨天并没有即时回复电话 曾荫权引述亚基罗三世指 调查后会向中国外交部交代 菲律宾的副总统以及一名部长 会来到本港亲自交代调查结果 当然这件事我们要追究 我们已经强烈向菲律宾政府 请求他们做一个长期长准的调查 严肃地做个报告 向香港人交代 另外亚基罗三世宣布明天为菲律宾全国哀悼日 悼念百名香港死难者 全国机构以及海外领事馆 明天会下半期自哀 菲律宾国民警察首长 亦都向生还者以及死难者家属 致以最深切的哀悼 他强调会全面调查人质事件 以及理解马尼拉警方有没有失误 警方发言人就承认 事件中有处理不足 例如谈判失当 亦都用一些小事激怒枪手 攻击队伍的能力 技术 装备和计划都不充分 人群控制欠佳 亦都没有依从挟持人质事件中处理媒体关系的程序 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崔世安 致涵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曾荫权 就香港旅行团在菲律宾遭到挟持并引致人命伤亡 代表澳门特区政府及市民 对遇难的香港市民表示深切哀悼 向遇难及受伤者亲属至以承设的慰问 崔世安指出 事件发生期间 港大的澳门市民同样心系人质的安危 感同身受 如果有需要的 澳门特区政府愿意全力提供各种的协助 继本讲之后 澳门政府也向菲律宾发出旅游警告 提醒居民注意人身安全 当局指7名在马尼拉旅游的澳门居民 原定今晚返回澳门 经旅行社安排提前坐飞机经香港返回澳门 另一批共有11名的澳门人 参加香港出发的宿母团 他们目前平安会继续行程 预计星期五返澳 这次新闻发生报道完 再会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